各位小老大们你们好 这里是小鬼头 这期我们继续来玩 谁能吃掉宅宅萝卜 上一期比赛 第一轮军爷成功吃到宅宅萝卜 为小娃姐率先拿下一番 也让小娃姐赢得上半场的胜利 而老大也选择使用特权 重开第二轮比赛 那么出场几秒的迪斯科僵尸 是否会为老大赢得比赛胜利呢 谁又会受到800标兵热口令惩罚呢 让我拭目以待 好的 选手已冲伤 Round 3 Ready GO 代表小娃姐的橄榄球 以绝对的速度优势再次理性 小娃 这次我的迪斯科僵尸 没有早上荆棘第四了呀 小娃姐 终又会叭的 好的 橄榄球僵尸 还有两步即可成功吃到这家萝卜 第一步就是个错误了 小鬼头不要慌 还有机会 律师总是惊人的相似 和小娃姐又总猝了 我们来看看代表老大的迪斯科僵尸 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吧 迪斯科僵尸现在不管怎么走 都免受不了一顿金属地刺 迪斯科僵尸停住啊 吓死我了 他以为是迪斯科僵尸的头条了 没人关心伴舞僵尸吗 好的 伴舞僵尸也来到了决策时刻 两步即可吃到甲甲萝卜 最后一步 成败在此一局 激动的新颤抖的手 漂亮 迪斯科僵尸和他的半五选择正确 成功吃到甲甲萝卜 可卷总算没白用 小啊比分这一瓶了哟 最后一轮赛点时刻 本轮场地素材来源于这位网友的评论 感谢 最后一轮我选的是Z科技传送僵尸 我也只有成心新选手了 那么两位来自科技星球的选手 谁能吃到甲甲萝卜呢 各位小老大们 可以将支持的选手打在屏幕上哦 支持Z科技传送僵尸的抠一 支持超新兴选手的抠二 都不能的抠三 好的 双方选手出发 代表老大的Z科技传送僵尸 受不了操杀石榴的攻击 破防了 言语上的攻击让双方选手速度都快了不少 动力了 好的 Z科技传送僵尸来到了最后的中次 它能否吃到甲甲萝卜呢 来自忧郁库的猛烈攻击 又坚持住我 好 一会 代表老大的Z科技机器人最后还是倒在了终点线上 让我们来看看代表小娃姐的超新兴僵尸吧 小啊 我的Z科技传送僵尸有防具都坚持不了 你这个就不用说了 就是去送人头的 果然如老大所说 超新兴选手也失败了 我也想要对全重开比赛 最后综合比方一比一吃平 本次谁能吃掉柴柴萝卜平局 小鬼头 既然比赛是平局的话 那就惩罚 老大你不用说了 小鬼头等我了 我太难了 小鬼头等我口令时间 八百标兵奔北破 炮兵并拍北边跑 炮兵怕把标兵怕 标兵怕碰 炮兵怕 那么小老大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有小老大们有更多有趣的玩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 咯 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